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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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已经被我骚扰了20年以上了 开了广播节目之后呢 其实我我我和杨有名杨教授的我们的坚持 不管了台湾的对国的国际事件 国际事务的多么的梳理 起码有个有个189年的时间了台湾的对国际新闻是很冷和很很冷的 全球全全球新闻快讯一分钟 在晚上的prime time时段的你大概就一分钟的时间的会看到国际新闻大家都没啥兴趣 跟现在你所感觉到的非常不一样 好但是呢我们还还是坚持呢做有品质的国际新闻的整理跟分析 在我们线上的台大政教授杨明杨教授有没有欢迎 向龙各位 这个大家好 好来 最有品质的啦 好来我们来我们我们从从这个美国政治关注起 但呃 永明的常在是流美的对对对美国的政治的那个那个基本的那个脉络跟流的流动的把握当会 会比我竞争很多 那我们前两天前前天的在在全球派对里面的从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对拜登的 对拜登的那份的民调因为是纽约时报做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政治意识形态这东西的都都先放一边 我我我说那个呢那个是在民主党里面很明显的一个逼宫的动动作 那对拜登来讲压力一定非常大 不过呢今天我们我们先从的先从昨天的晚上的不只是美国全球的都在关注的美国的通膨率 美国的通膨率的不但的没有缓和不但没有走平相反的谈到了9.1 这个9.1第1个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呢对美国对拜登会怎么影响 这个9.1超过原来大家认为 5月份的8.6应该会涨到8.8 没想到是9.1 所以这个冲击我想第一个 对于同时纽约时报登的民主党人的支持者 64%不支持拜登在竞选2024 这个通膨6月份指数达到就是9.1% 等于是对拜登的支持率再下一层 也就是说是每况愈下的这样一个打击 拜登所面临到的就是通膨几乎把他的这个支持率都给吃掉了 他现在的支持率只剩下33% 这个33还是大概一个礼拜前的数字 你看当这个CPI 6月份CPI就离出来之后 我觉得拜登这个支持率可能会再往下掉 是的 那他支持率往下掉对一个政治人物对这个要面临到其中选举 还打算要2024要竞选连任 这个政治人物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是绝对最关心最核心的议题 他要救他的这个支持率 那有什么问题造成他支持率的下降 现在清楚了 当然第一个经济通膨能源 当然还有很多国内的混乱 从枪支到这个 各个层面他的处理 其实还加上一个在我们纽约时报看到的一个就是 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他的年龄 这个很吊诡 美国其实是非常强调 没有年龄歧视的这个国家 纯粹从你个人的能力 但是民调里面所显现 他的年龄反映出的是他的表现 他的健康 那这个东西就很难去说 比如说降中国关税呀 或者是说跑到中东去拜托 沙烏地阿拉伯 赶快增产 这个石油啊 都能产生这种短期的 也许一些缓和 通膨恶化的这个效应 虽然这两个事情他到现在都还没做到 但是他的健康他的年龄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 在这个通膨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 只是更加的凸显 他的这个整个 这个叫结构性的因素 他的健康跟他的年龄 加上他的这个 执政的这个表现 所以 我看起来 觉得 除非有 真的除非已经有奇迹了 否则的话他的启动选举 至少在有一个院 也许众议院就会变成 少数 而在 这个启动选举之后呢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准备 2020 就很大的问题 那因此 现在的这个情况 就是9.1%的这个 通膨的数字 除了对拜登的 这个选情 以及他美国的政治影响之外 而就是美国的经济 大概 连那个 最支持拜登的纽约时报的专人作家 就是克鲁曼都认为说 大概走向 缓和的 衰退 他是要缓和了 所以才说那个缓和的衰退 那这个经济衰退 几乎 已经大概是明确了 这经济衰退两个现象 你看到 也蛮吊诡的 就是 这几个礼拜 油价 在往下掉 美国的这个 就是说 加油的这个油价 也开始在往下掉 那但是那个 掉到只是从 也许一桶油价 比130 140掉了100块左右 这就是经济衰退的前兆 因为大家就不再消费了 然后制造业 这个订单减少 制造减少 所以油价就开始在 这个开始在有点掉 但是没有说 掉到这个 恶务战争之前的那个状态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整个 许多国家 现在大概主要的 这个制造业国家 主要的大的这个经济体 除了中国大的之外 每一个国家都在呈现贸易逆差 那 最严重的应该 就是 像是 印度 韩国 然后呢 连德国 连德的德国都出现了40年来的贸易逆差 对 德国的数字虽然不多 只有大概10亿 10多亿欧元 但是那个 是 几十年没有错 40年来的这个贸易逆差的出现 一方面当然是进口的这个价钱 的能源的增加 那另外一方面的是 出口的这个减少 整个供应链受到 就是说油价 然后通膨 嗯 以及这整个供应链 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变得开始 呃 就是零碎化 然后呢 这个反应比较慢 成本增加 所以你看这些国家现在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整个经济跟通膨跟能源所带来的国内的冲击 然后呢 那你就看到一个一个在通膨严重之前的这个政府 从澳洲到英国 就开始在凸显这些执政的人 他的这个执政的品质 然后呢遭受到人民的唾弃 从Morrison到江省开始下台 那这个 这个情况如果更严重的话呢 现在已经开始 你看针对下一个就是针对拜登了 虽然他是2024 可是呢他这个其中选举 就面临到很大的这个问题 对 对我们我们 严动性的 我稍微打断一下 就我们整理因为当我们在关注呢 就是说大国政治的时候呢 最最近的几个几个美国的大朋友 就是美国当时老大但是他的二把手三把手四四把手陆陆续续出问题 我们讲澳洲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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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首相第一轮投票出来 但是反正基本上 大大还有还有还有个还有个还有个七个八八八个的后候选人把他慢慢投投到投到九月份 好那再来呢再来就是日本的安倍的预约预刺啊这个对日本这政治虽然参院选举刚选完了 可是对安倍的预刺啊对日本的政坛以及自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啊现在方心为爱 那基本上面的又整个全球的这些的大朋友 他的大朋友右翼受挫 这非常的明显 可是不只是这样 你看到你看到在欧洲的他的一些的小朋友这小朋友是活蹦乱乱跳的 这些小朋友最近伤的也很重啊 爱萨尼亚的总理下台了 保加利亚的这个总理也下台了 这这两个是他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当中在挫俄罗斯的左右手啊 可以可以说是他的两个的最最最最前面的带的小扁状往前面冲的 结果这两个也下台了 你你你你看到其实其实西方的就是说的亲美的力量最近伤得非常重的 是 这如果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你就觉得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所谓的选举或者是说政权的这种轮替啊 但是这么一个普遍而且比较密集的这个集中的这个情况 但是说 好战的政府其实现在人民不需要的 然后呢 又异的然后又好战的然后呢又不顾人民经济的 表现又不好的 那绝对要唾弃了 从澳洲到英国都是如此 强生 整个 这个 脱欧不就是一个 造成英国最大的 当然当然 的关键吗 而那个支持脱欧 最利的那些人 尤其是强生 当初那个卡麦隆只是玩弄那个公投没错 卡麦隆是以为不会不会过 结果没想到过 但是呢 支持最强力的就是强生 而他上来之后自己的表现 经济的表现又不好 然后呢 表面上你看到这些派对门那这些东西是个人的这些诚信 或者是说 个人的这些 这个 品德的问题 但是呢 关键人民还是在 你的经济的这个表现 对不对 你的能力 的这个 就是呈现 那如果说你的经济做得好 能力做得好 派对门开几个派对 人民也不在乎 所以呢 这个就显现出啊 其实 当这个潮水一退下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 这个穿的裤子 大家一目了然 你潮水来的时候 你喊得很大声 然后呢 这个 激励的 就是说 比较强硬的 不管是反中反俄 还是说要 加 加强制裁 把这个道德 喊得那么高 但是实际上当初 造成这个整个美中 的 贸易战科技战 今天的这样的对峙 是谁造成的 是美国 是川普 延续到现在的拜登 然后呢 俄乌战争的 这样一个爆发 是 连教宗跟季辛吉 都说他是被挑起的 没错 对 挑起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经济 科技的对峙 全球化走向 半球化 俄乌战争造成整个 乌克兰人民的这样子的 这种出 难民 然后呢 整个 社会 建筑的这种破碎 然后旁边的这些国家开始说 我不会出一兵一族 但我会援助你 援助只不过是帮助他自己的军工产业 可是呢 经济的援助却迟迟不愿意提供 然后呢 就高喊的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 没有想到俄罗斯 事实上到达 一朝 能够把这个卢布 能源的这个交易 全部改为卢布 使得整个西方的经济出现到 就是说 开始弄 急速的就是下降 那这个时候拜登就不得不去 招地阿拉伯了 对不对 好这个呢 待待待待待会儿了下一段的广告 回来之后呢 就是拜登的要到中东 这次到了中东的大家觉得你真是沿着脸了 真的是真的是 呃用用用很多的很多的网络语言来讲的反正的亲中的叫舔舔中 那那亲美呢 大家很多人不会说他是舔美 不过这次拜登要去舔 舔 舔沙 阿拉伯舔到这样的地步 他就恶心啊 好不过呢 刚刚讲就说呢 我我我对美国的美国的通膨啊 我我实在觉得那拜登的真的是蠢到无与附加的地步 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去处理呢跟跟中国之之间的关税问题你自己 你自己都已经说那是川普关税了你把他你自己降下来就好了吗 因为那个东西呢大概都是两两成的关税对消费者影响很大 第二个我实在觉得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美元现在是超级强势啊你你你只要把关税打掉了之后呢其实美国人买买买进口商品是很便宜的你现在美元的指数已经到108的涨一成啊关税两成就差三成这个通膨了完全是自己政策失败的结果来进广告 我刚刚我刚讲的那因为也讲得很敢把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是你美元现在是全球呢超强势货币除了卢布可是卢布区很小 那你美元是超超强势货币啊全球的大部分的外汇交易百分之四十几都是用美元进行的 欧元呢都已经呢都已经因为美元的强势升值欧元现在跟美元呢又拉平了一比一了 换句话说呢欧元呢当当初呢他的他的欧盟区成立之后原来认为一个强大的欧盟区可以去制衡美国制衡欧盟那个时代 以现在美元的强势来来讲的都都没有效果了 那美美元的美元指数我们每天都在看的从去年最低档跌破九十八十九点多 一路上来到现在108 其实你算下来之后不只是不只是一成了已经将近两成啊 美元涨了涨了两成话说我我拿着美元去消费应该是很爽的任何的进口品都打八折 他得告诉你说所有美国的进口品除了原原油因为涨很多以外你美国自产原油啊 那你其他的所有的这种的进口品理论上都打八折 就算你生息好了 可是你商品打八折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太苦的 你再把关关税呢还还原了之后 美国的老百姓买进口商商品买这种一般的生活物资不会难过的 可是会搞到这么的难过 我就真的觉得呢是美国的现在的官方 真是不知道为我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么简单的问题 好 我都认为很简单一句话 拜登完全被他 他自己的道德给绑架了 那种 就是自以为是的 这种 就是说对中贸易或美中关系当中的这种优越感跟道德感 不管对劳工对美国经济 还是说对中国的竞争对抗或者是人权 他把这个东西变成一种 就是说 这种数字化的就是这个中美之间的对比 他觉得他站在高位 他不可能去这个第一下的这个 就是说之前的关税 不管叫川普关税 还是说中国进口商品关税 他像这个降关税 他就代表他投降 虽然他其实竞选的时候都在批评川普关税 他说一定会降 而他的主要的这些官员 包含叶仁 已经喊了一年以上 但是呢 被这个戴琪 被他的国安顾问 舒立文 被他自己的决策的这种思维 和他决策的模式 犹豫不决 整个 脱过时间点 已经被这些东西给绑架了 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刻意去 挽救他现在再算 就算再降个1000亿 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效果 因为现在已经通膨到达9.1了 好 其实我 我现在对在美国的好朋友里面啊 我现在觉得下一个我真正在关注的 我觉得可能最容易出大问题的是韩国 韩国 韩国跟美国是不一样 韩国呢除了 昨天呢 他上调利率呢 50个基点 就是一次涨 涨0.5 利率的利率的大幅的上调 他基本利率已经调到2.25% 大幅上调 可是呢 韩元是大贬 你的你的货币贬值 你的利率呢 上上调 那个老老百姓绝对苦不堪言 所以现在看到呢看到刚刚上任的尹徐月他才上了两个月啊 两个月呢他的支持度竟然跌掉了一半 从了从了比较将近六六六十的满意度 现在大概剩下三三三十几了就这四成都都不到了 这个尹徐月接下来以他现在的民调的下滑速度啊 虽然韩国总统任期的一任五年了不能连任了可是以韩国的这种的国民性跟过去几任的总统 的这种的他们的执政当中的轨迹来看 尹徐月不用等到第2年我我我认为今年下半年之后呢 韩国社会当中来讲反尹徐月的声浪可能就会非常非常高 他接下去四年怎么过都很难想象 好不我们回头来来来关注来我们我们为为为拜登的去去舔舔杀 来祈福 那他当然他已经到了以色列我昨天看到CNN他已经到了以色列啊美国的媒体我看到Fox news很坏 Fox news news news说呢 说 当我们的当我们的通膨到九点一的时候拜登竟然在以色列 好 Fox news就把两个框了摆在那里 一边的是九九点一的通膨 一边的是他在那以色列的机场的接受欢迎 那个反正是Fox news的操操做方式可是他这次呢到中东 以色列去但是呢最主要是沙罗利阿拉伯 对 会有会有什么效果 我觉得这个效果并不大 嗯 他要达成几个目标啊 第一个当然 就是油了 嗯 希望OPEC 沙罗利阿拉伯能够增产 嗯 那可是 第一个就是这些国家现在的这个储存量其实已经不断的 就是在掏空 他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增产太多 第二个就是你增产会破坏这个油价 那到后来其实对这些产油国是一个大的这个损失 呃所以呢 可是现在啊 沙罗利阿拉伯的这个 就是出口 国哈 嗯 中国大陆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主要的这个进口 从沙罗利阿拉伯 不只是从俄罗斯 嗯 所以美国现在对沙罗利阿拉伯跟OPEC的影响已经大不如以往 当然 那可是呢 这个沙�利阿拉伯 这个一方面是要什么呢 要这个就是美国支持 沙罗利阿拉伯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对抗 嗯 这个是拜登来的第二个目标 也就是说希望能够结合以色列和逊尼派为主的这些国家 从沙罗利阿拉伯到阿联酋 嗯 到约旦这些逊尼派为主的国家 然后呢 去对抗伊朗 嗯 因为美国 看起来是不会重返伊朗核子协议 而伊朗呢 也开始强化他的这些浓缩又的进行 美国也把 中、俄、伊这三国 这个 送座堆 变成三国的这个 这个欧陆的这个大国联盟 所以呢他需要去结合在中东地区的 这个反 什叶派 反伊朗的这样子一个结合 那要去 缓和以色列跟沙罗利阿拉伯之间的这个关系 现在一个说法他现在要重新 又卖这个比较具有杀伤性破坏性的这个武器给沙罗利阿拉伯 这怎么回事 因为沙罗利阿拉伯在主导对叶门的这个攻击 叶门的这个就是青年 这个军组织 然后造成严重的 人造人道危机 这是从拜登 川普开始 拜登在去年的时候呢 停止出售这些 具有这个 攻击性破坏性的就像飞弹那这些武器 但是呢现在决定要恢复提供 也就是说 他以叶门人的生命 来去换取沙罗利阿拉伯对他的这个支持 支持他和以色列和缓 支持他增加这个石油 然后支持美国主导的对抗伊朗 这是拜登版的重返中东 可是呢 这算盘打得好像很好 但不可能 做得到 就是说实际上 他的这种 像当初欧巴马重返亚洲一样 杀 杀出了这个联盟 结果他弄出了一个 东东版的这个北约 你知道哪四个国家吗 美国 以色列 阿联酋 和印度 对 连 都不愿意参加 约旦都不愿意参加 所以这变成一个 他其实来这边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你赶快多深调一点石油吧 但是 能够达成吗 美国的所有的媒体都在 那拜登因为 我 他跟特朗普 因为都是 他们的政治意识跟观念的形成都是在冷战时代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在执政的时候 虽然他们的立场不同 可是操作模式一模一样 都都是非常非常冷战的思维的方式 那拜登的就是不断的寻求结盟结盟会让他觉得有安全感 所以你看到到处的就是能用拉帮结派的方式 结论的 觉得觉得布下天罗地网 让你让你俄罗斯中国插赤南非一出门就碰到网子 这个大概是拜登的操作的方式 可是这里面的你结盟中就我过过去我们讲过结盟结盟本身的这种经济理论 你要你是要有很多的筹码 可是美国呢现在的第1个相对国力的已经已经大不如前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已经追上一些 今年 2022年的经济走势显然跟美国的预期不一样 虽然美元大幅的升值啊对他以美元计价的GDP是有利的 可是呢如果以总体国力来来讲 那以及今年的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的经济的预判来看 今年的中美之间的GDP的势必会进一步的拉近 好但是呢他到他到沙烏地你你你觉得沙烏地他去沙烏地 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沙烏地最近跟中国走得太近了包括呢包括沙烏地你要是再不卖武器给我我跟中国买可以吧中国的FC31就是 接接接近的所谓的歼歼歼歼 我我我跟着只要只要跟中国买了买了高高阶军品之后那个对美国来讲 沙烏地可是长时间都是美国的第一大的军火采购国啊 中国的中东啊是非常特别的 他可以同时的跟以色列逊尼派实业派交往做朋友进行贸易 他还可以同情巴勒斯坦 还可以同时帮他们铺桥造路做基础建设 然后呢 所以中国在这边也没有像是冷战时期在这边做分化做政变啊然后去搞斗争那这样子 嗯 然后最重要是中国对中东也没有什么安全上的威胁 直接上的这种安全上的威胁 所以中东对中国而言 其实是一个石油出口国贸易的往来国以及科技的合作国 以色列许多的科技半导体公司都在中国设最大的场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美国到 中东要去分化中东的两边 迅尼派实业派 来去对抗中国 那个效果第一个有限 嗯 因此美国必须要把中国跟伊朗做连结 因为伊朗对中 对中东而言就是对逊尼派而言是最大的威胁 那个什叶派逊尼派的斗争也长达几百年上千年 然后呢 以色列也担心伊朗的发展和 计划 所以最近这 一两年以色列的这个 情报组织 摩扎 不断的在暗杀 伊朗的这些 科学家 或者是国民畏罪的这个高官 苏雷曼尼 甚至是在这个 还有在德黑兰 伊朗的首都里面 都能进行这个暗杀 所以如果把中国跟伊朗做结合 你当然叫那个中东制造的一个就是说他背后伊朗背后真正的恶魔是中国 但我前面刚刚讲的 对其他这些逊尼派国家而言 他的基础建设他的出 他的出 能源的出口 他的经济科技的合作 对象 也是中国大陆啊 对不对 那也没有任何直接来的安全威胁 你只要在伊朗的问题上能够有一个论述 或者是说有一个 就是 伊朗跟 这个沙拉伯的斗争 不可能 不会因为中国或美国而停息的 但是呢 你只要能够表现出 其实我是同时跟交往的话 那美国的这个 拜登的这个作为 的效果就是有限 嗯 到美国美国跟中国在这段期间以来 我觉得很多地缘地区的操作的模式啊慢慢的形成 那美国呢是用拉帮结派的方式他就是在每一个每一个地缘呢他都去挑一些他的盟友 那愿意跟我跟我结盟的好那那我们就就就就认兄弟 那不跟我结盟的那我就帮你当对手你反正的就跟我的疏远一点 那这种的这种结盟设防火墙的方式啊当然这是美美国长时间惯用的方式了他的全全世界毕竟呢 四十几个这个铁杆盟友 那还是很很厉害的 那中国不是中国呢 说中国这几年的操作的模式我认为也已经很成熟了中国的是就用这种一体化的方式 就像是东盟一体化 我不是跟你跟你东盟的哪个国家结盟 而是你们的东盟本身这十个国国家你们的你们自己形形成一个一个区域性的组组织 然后呢中国的就跟这个区域性的组织对话 中国的对南太也也是一样 中国的就是在南太的寻求就说 你不要让我一个一个跟你因为你们你们之间的这些的都有些恩恩怨怨我很很难处理 你们自己形成一个平台中国跟这个平台对话 中国现在呢对中亚跟中东的也是一样 中国在在中东的也是寻求呢就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体化 就是你们你们内部有逊尼派有什叶派的矛盾这个我很难处理 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寻求一个一体化的平台中国呢跟这个平台对话 同时也有助于呢就是说 整个的回教回教世界的团结 中国是用这种方式呢在在处理事情 那我觉得效果如何现在看起来因为在东盟非常的成功 所以他会不会扩散了就是值得那进一步的关注 好但是你看到呢就说呢拜拜登的去沙烏地 他会同同时间他到沙烏地的几乎的隔两天之后今天是今天是14号吗 那你19号呢 普丁的也要也要也要来 普丁的也要也要跟土耳其跟伊朗 跟土耳其跟伊朗 这三个国家会凑在一起 除了时间点非常的接近普丁出国 普丁了要离开莫斯科普丁要出国 这也是一件大事情同时都是中东 你觉得你觉得美俄美俄在中东的这场的角力最后会怎么样 很有可能真的就是如 国际媒体所说的 俄罗斯中国跟伊朗的关系的的确确会越来越接近 在能源上 在地缘上 在军事合作上 这三个国家已经在去年年底 在波斯湾进行第二次的军事的演习 海上军事演习 但是呢 同时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也跟沙烏地亚 跟这些国家其实维持好的关系 也没有安全上的威胁 而且也是经济上科技上的往来的伙伴 那关键其实也就是伊朗跟他们之间的这种对抗 所以 这样子的这种中俄一的结合 只不过是说因为地缘的关系 因为这个能源 因为这个科技的 因为经济的因素 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 而不是采取对抗沙利亚国的 那可能反而是在去对抗美国主导的 就是中东的这种结合 但是呢 就是说美国愿意在这里面下多大的这个力量 美国的影响力还不是 是不是能够如以往 就很难讲 好 当然今天呢我们可能没有没有时间谈到 为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 现在正在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 对 太平洋岛国论坛 昨天呢 好久好久不见的 只有贺锦丽 透过的视讯 代表美国 向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讲话 当然就把中国臭 骂离臭骂离一顿了 就觉得中中国的 是太平洋的脚屎棍 他他们 他们有点名中国 大概是 是那个意思 可是呢太平洋岛国反了 你知道吗 就是呢你看到2019年跟中国建交的两个国家 吉里巴斯干涉退出太平洋岛国论坛 直接退出 然后呢这个 索罗门的更有意思说索罗门的让六个中国的顾问的进了索罗门拒绝了五个澳洲的顾问 哇澳洲的接接下去的不知道怎么跟索罗门相处了这些都是大事情 感谢有名下回聊